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方法让他们身体康健 精神绝朔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大概难的 能到这个程度也不错 祖传养生之法现场揭秘 让你健康过冬天 人不百岁 而动作不衰 可以说我有一个绝招 我这个绝招就叫做武道养生 对 我也觉得特神奇 但这是事实 精彩节目就在今天的健康生活 眼前的这位就是今年整七十的苏叔叔 古语就说人过七十 古来兮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再提高 现代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可是上了岁数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骨头会不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到了冬天 什么骨质疏松啊 骨折啊 确实挺多的 但您看苏叔叔这身手 什么踢腿 匀手 滚帆 全都不在话下 而且苏叔叔身上还有一个命悬一线的故事 我和那个老伴 我们俩啊 去上那个第五肉连厂 就是沙河那天啊 去买肉去 那个一组一组的肉过来了嘛 我冲 一样我就冲那两个肉 两组肉之间我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结果跳到门口那里呢 一脚踩到那个冰上了 样的腾空了 腾空起来了 没有招了 用手一摁地 手一摁地呢 接着就一个滚洞 一个尖滚洞 顺势一抱头呢 就把鱼卸了 但是呢 那下边呢 他是个台帮 一间一间的台阶 他停不住 后来那把那些工人吓坏了 那些小伙子 那些小伙子说 哎哟 坏了 这壳坏了 说白老头给摔坏了 然后看着我从那点爬起来了 捣了捣了捣了那个身上的头 手皮都没擦破 如果有正常人可能那一下高枪了 那太高枪了 那最少也得这个轴壮骨 也得骨折 最少获得前臂骨骨折 您听听 多悬呢 摔倒了之后又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可是和苏叔叔年龄相仿的许多叔叔阿姨 就没那么幸运了 来自半岛都市报的两则新闻就报道过 老年人不慎滑倒 导致骨折 甚至不幸去世的事情 那七十岁的苏叔叔这身子骨 到底厉害在哪呢 我检查的时候那些个医生觉得 这老头这岁了 好 最后一看到那个骨密度的时候超过四了 就是这个骨密度这四啊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大概难得 能到这个程度也不错 您瞧瞧 苏叔叔说 他七十岁的人和正直壮年的男子的骨密度差不多 怪不得他老人家这么精神绝朔呢 可是我们的记者还是有些怀疑 苏叔叔的骨质是不是比同龄人要好呢 那次我们的记者和叔叔来到了海军总医院 对叔叔的骨密度进行了第二次检测 苏老师这个一些骨密度啊 隔在这个一些同龄的相比 它下降的算比较少的 就换句话说 它在同龄人里边算相对好的 经过检测 姚主任也肯定了苏叔叔这骨质确实好很多 那苏老师的身体素质怎么会这么好呢 它有什么方法呢 你不护肝 不护肝 不护肝 一点肝 对 那您这个有什么特殊的锻炼方法 可以说我有一个绝招 我这个绝招就叫做武道养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估计可能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在纳闷 是不是调错频道了 咱平常这个时候不都是健康节目吗 怎么今天变成了一武侠片了 其实没错 您看刚才那位老先生70岁了 身体那么啪啪啪啪啪 倍儿帅 高杨你敢想你70岁的时候得什么样呢 我70岁啊 其实这问题我还真想过 我到了70岁估计就四句话 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 代付假牙 煮个小拐 我70岁估计也就这样了 肯定没有苏老师功夫那么好 也没人身体那么棒 那么苏老师他们身体为什么能那么好呢 我们今天就到节目当中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那首先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几位嘉宾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张三功夫第四代传承人张小航 北京市健康促进会副秘书长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解放军总医院赵峰教授 原首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苏乐习苏学良教授 那赵老师想问一下 刚才小片当中提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武道养生 一个是这个张三功夫 想问一下咱们今天这是一个健康类的节目 您说这些观念和这种功夫 能够运用到我们平常当中的这个养生当中吗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张三门这个功夫啊 就是说用在咱们平时这个健身养生呢 是非常好 张三门功夫呢 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 有400多年的历史 这种养生呢 就是说非常适合我们大家 在家庭里边练习 早几年咱们有些节目 好找大家去爬山 结果很多这个中老年人 这个骨关节给磨损磨坏了 以至于到后来呢 走个楼梯 上个楼下个楼都走不动 疼痛 所以说这个养生呢 从这个锻炼健身这块来说呢 不要盲目去这个 就是说追随如何如何的一种食杖 那张老师我知道哈 想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事 其实是挺难的 得有这个详细的这个理论和实践 另外呢还得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咱们这个有这个历史渊源吗 张三门功夫呢 是从我曾祖父张长珍 传承出来的一个武术流派 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呢 是能够为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传统武术 在明清时期就是武术定型时期 内功外全的一个佐证 我们核心的这个功夫呢 叫做三黄吞气功 是一种特殊的土纳导引述 通过这个三黄吞气功的练习呢 能够让人的身体的骨骼 和肌肉 韧带 内脏发生质的变化 所以呢就是说 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以后啊 你这个骨密度会比较结实 所以就是讲我们这个指力啊 指力是很大的 像我曾祖父呢 两个同勤 他搁在一块一较劲能够捏卷了 真的啊 对 还有一个我老姑奶奶 1976年 他正好是76岁 1900年生人 这个在防空洞上面 就是一下栽下去了 一点事没有 他说到91岁的时候 我去他家 他还能给我说功夫 这个一下腰胸口还能挨着地 哇 五道养生是张家功夫 祖传下来的方法 而且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 张小航老师除了是北京 非以保护项目传承人外 也是这种方法的直接受益者 而且节目开头的苏叔叔 他也是张小航老师的诗书 他练得的就是这门张三功夫 我们都知道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但要说武道养生 这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是一种什么方法 为什么在苏叔叔身上 会有那么好的效果呢 咱们这门功夫为什么要强调说 武道养生这个特别好呢 所谓武道养生是用武功的 武学的方法进行养生 和其他的方法不完全一样 那么武功的养生呢 就是他身体弱的可以先养 身体弱的可以先练养和练结合 这样一个过程呢 养生的效果就比较明显 另外不容易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谓的天生合一呢 是道法自然 这道是一个规律 是个自然的规律 我们这个武功的这个方法 是符合这个天地自然的 这种规律 所以呢 所以有这么一种天然合一的 一种思想在里面 这个武道养生区别别的养生方法呢 就是这个通过锻炼五脏六腑和筋骨皮 能够让人的体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所以就是为什么中医讲说 没有一味药能够入人的先天系统 没有一味药说能够入这个人脉 或者肚脉 只有你练的时候 它才会起作用 有一些个普通的人得过一场大病 伤了元气以后 这个人呢 就基本上很难活到90岁以上了 哦 就伤了七经八脉了 对 所以这个有句话叫 刀伤药再好你不玩不拉口子 如果你的身体受到伤害以后 它肯定会影响你寿命的 所以如果你不受伤害 一直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一个良好的锻炼 这样就能够达到黄定领里面所讲到的 说人度百岁而动作不衰 那张老师 刚才您聊的都是这个你们练武之人的 这个如何强身健体 有没有就是普通人通过这个功法 最后拿到一个很好效果的例子 这个度数剂呢 它是这个腰椎健分突出 这样的病人太多了 对 所以在咱们这儿练习三个月以后呢 今年没有饭 看来通过练习这种养生方法 还确实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除了张老师说的例子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很多人练的都是满头大汉 其中也有许多中老年朋友 他们为什么练这种养生方法呢 他们练的是什么呢 一斤精 一斤精养生功 原来大家练的是少林武功的经典武学 一斤精 张老师的先辈 为了可以使一斤精能融入养生之法 经过不断实践 总结出了现在的这种一斤精养生功 而苏老师经常练习的也是这种功夫 但是大家练习了这种养生方法之后 有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原来得了一身的病 四十多年的月子病 双肌寒冷 而且脂肪肝大肚子 然后肥胖病 再加上颈椎病 那时候一做饭头晕 经过两年多练以后吧 我这颈椎病不犯了 一直就没犯 另外我这脂肪肝没了 脂肪肝好了 还有一个双肌不像以前那么怕冷了 那个血压可能变得问题 原来血脚血压现在变得问题了 然后这个血脂可能也下降 脂肪肝能有的是 重度的现在也很轻 我是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 我这个甲状腺也不太好 糖尿肺好 身体比较差 身体比较差 人也特别瘦 一个是比原来有精神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原来也有劲 过敏性鼻炎 然后后来之前一直去过 几家就是医院 总管是就是专家呀 普通号都挂了 然后之后吃了几年药 结果效果不明显 然后没有什么改善 然后后来来到这中间工 大概去只练了三个月 然后鼻炎就好了 对我也觉得特神奇 但是这是事实 看来大家通过气身体会 也都认可这种养生方法 可是这种方法 跟苏老师的骨质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练习这种方法 就能强身健体增强骨质呢 那个易金经到底跟您骨质好 有啥关系 接下来我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你看那个金字啊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这个金 竹字头 肉肉耳旁 栗字腐 腐住的 这么一个 这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释中啊 他是这样说的 说从月从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金 它是让那个肉有劲 有力量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 它是个竹子头 竹子呢 有很多结 人体 有很多关节 就是模拟这个竹子 那么 关节之间呢 都是由金来连接的 所以它有束骨的这种功能 它其主属肝 肝肾 肾肾精气 充足 就可以使你的骨骼 健壮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心象 和这个咱们老先生 苏老师说的不太一样 有很多叔叔阿姨的身体 反而越练越糟了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练功呢 有句话叫 避风如避剑 防风如防贼 为什么呢 身体热身以后啊 含毛孔是开的 刚才我师叔所讲的 说这个筋结 结出在哪 就是在你身体热了以后 汗要流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外面 这个风 有风的时候 吹进去 筋呢 本身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所以会收缩 打结 成筋结 所以有一个人呢 曾经这个 跟我说 他去公园里面 跟别人练别的功夫 练了半年 气概坏了 我知道好多练功夫的人呢 都是从这个七八岁 就开始练这个童子功了 那您说您这门功夫 现在像我这么大岁数 甚至更上了点年纪的 是不是就是不能练了 不练也没用了 不是 都可以练 都可以练 所以讲 学到不分早晚 这个呢 就是说 什么年龄 练什么功夫 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张老师告诉我们 这种养生方法 无论什么年龄 都可以练 而且练习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两点 第一 时间 最好选择在五时练习 也就是中午11点 到下午1点 也就是您看电视的 这段时间 第二 B点 无论做什么运动 都要尽量选择 避风的地方 因为运动过后 身体毛孔打开 容易受到风寒的侵袭 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张老师您看 现在这个季节 好多中老年人 其实不太方便 出门练习 但是节目看到这儿呢 大家又很着急 您能不能赶快教我们几个 在家就能简单一行的 这样的招数 或者是超市 我们那个平常 能好好养生保健 冬天呢 主肾 肾 主股 生髓 通于脑 所以说你这个 肾脏的功能不强呢 它就会长时间的时候 肌力不好 所以通过练习这个气法呢 让你这个身脏功能 逐渐逐渐增强了 先呢 教给大家一个 归息法 归息法 练气的方法 脚呢是盘 双盘也可以 散盘也可以 右手的中指指尖 对左手的中指指根 大拇指相对 双肩抱圆 手臂向前撑起 双臂抱大圆 食指抱小圆 放在肚脐上 舌顶上额 目似垂帘 因为这个睁开眼的神光外持 臂上也容易睡着 就是四臂不臂那意思 对对 目似垂帘 同时吸气 吸到丹田 压住不动 顶住呼吸 压不住的时候 呼气 用意念导演 从肚脉 后背 经 鼻孔呼出 我们这样反复要做多少次 反复做81次 好 接下来咱们剩下 做那80次 下面呢给大家 介绍一个练动功的方法 叫做三盘落地式 主要呢对心和肾 有一个养护的功效 好 下面呢 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 以下节目是由中国茉莉花茶领导品牌张音源独家播出 下面咱们开始 调吸 起 吸气 呼气 双掌向上拖 起 吸气 脚还得要离地 对 脚尖点地 发声 嗨 嗨 单天发音 最后 拿舌头把两个牙齿的缝堵住 再往上拖 起 吸气 这时候脚尖可以放下吗 不可以一直提着 这样 对 尽量向上长 嗨 嗨 希望大家伴着这些养生的方法 和咱们这种武道养生的理念 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过完这整个冬天 观众朋友们再见 来 咱们接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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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钟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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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